Hello 各位小朋友们 我是马同学 盗墓笔记它又又又又来了 还是那个华瑞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一次张启玲由赵东泽视野 云顶天宫里的她是这样的 其实从2015年盗墓笔记的第一次影视画开始 这些年断断续续的出过不少张启玲 有杨阳版 景博然版 成义版 黄俊杰版 萧宇良版 赵志伟版 看过任何一版的请在弹幕里扣一 而这次的云顶天宫 已经是第七版张启玲了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流水的男明星 鞋打的张启玲啊 作为纸片人里的断层套 每一次盗墓笔记衍生剧一出来 谁演张启玲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了 今天我们就从这么多版张启玲来看 顶流纸片人真的好演吗 张启玲 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好像在那本书里见过 那本书完结了吗 盗墓笔记这个IP有多火呢 从2006年在网上连载开始 盗墓笔记系列九部总销量超过1200万册 拥有庞大的读者群 一度稳坐网文解第一把交易 2015年8月17日 数万盗墓笔记的粉丝涌入长白山 声势浩大 直接惊动了官方 设立了专门的盗米旅游路线 2015年 当盗墓笔记在爱奇艺上线的时候 22小时便点击量破亿 甚至因为围观群众太多 服务器一度崩溃 成为载入互联网史册的历史性瞬间 一年后 影版盗墓笔记更是狂收十亿票房 而作为盗墓笔记系列中的灵魂人物 小哥张启玲不仅是铁三角的精神领袖 更是万千粉丝心中永远的神 就这么说吧 不论是气质长相身段还是武力值 张启玲都是堪比NPC的存在 一句话 那就是纸片人中的完美纸片人 天哪 原著里这么完美的纸片人好演吗 看看豆瓣评分就知道了 剧版开山之作 盗墓笔记第一季 5.2 影版盗墓笔记4.8 盗墓笔记之怒海浅沙 暗的秦岭神数5.7 番外的老九门6.6 沙海6.5 唯一高一点的就是终极笔记和两季重启 一水的低分不仅仅是因为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佛雷特 更是因为想要符合原著粉 心中的角色形象真的很难 演过了就会装逼翻车 演不到就没那味儿 中间的那个度可是相当的难把握 于是几乎每一部剧出来 身边都是盗米们 撕心裂肺的呐喊 你没事吧 到底如何才能演出张启玲的精髓呢 这最浅层的呀就是半相 原著理说张启玲是一个沉默冷静 眼神淡如清水的男人 身材匀称面无表情 穿的西装倒是非常潇洒 惹眼的要命 而赵东泽版的张启玲长这样 不仅有点婴儿肥染了头发 一太差到丢在人堆里完全挑出来那种 第一个出场镜头 仿佛是对你说 嘿大兄娘吃了吗 你很想吃饭吗 之前被群潮的紧帛染板 也是吃了造型的腿 横头垢面 完美靠似做山雕 和张启玲这三个字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真是辣眼睛 更近一层就是演员对角色的把握了 原著的张启玲话少 气质清冷 这种角色 稍有不慎就会演成行走的AI 走路时仿佛双目失明 回答问题时又好像即将没电的机器人 或者是话多的让人跳戏 一时分不清这到底是无邪还是张启玲 这种气质的把握还是得看眼神 这一个台眼 不仅表现了张启玲的平淡不静 是的意思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动作 就让观众觉得 哎小哥这个时候就会这样做 对呀 在看整个情绪的表达上 张启玲身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那种矛盾感 看上去干净脆弱长了一张年轻人的脸 但是又给人宝金苍苍的感觉 对于演员来说 就是演张启玲得时刻收着 不能有太多太激烈的情绪表达 但又得放出点什么 通过各种肢体细节和表情体现这种矛盾 比如大戏 得是这种 干净利落一惊的正常 而云顶天宫里软眠眠的 仿佛小学生推拉站 还自带暂停笑 快走 这点出口 真的是太厉害了 面对别人道谢 有无邪站在身边 按理张启玲会平静地站在无邪身后 不参与这些 可剧中 他全程皱着眉头 一连委屈无助 还带着点懵逼 不像是不是人间烟火 倒像是 从没单独出过门的孩子 这意思 可差得太远 不许叫的小哥 这几年平均每年一部的盗墓IP网剧 如同现实版的狼来了 一次又一次的高呼诈骗还钱的观众 早已经对这个项目审美疲劳 甚至群体免疫 而依托着互联网诞生的影视改编剧 也在如日中天之后跌落神态 转向人人喊打的另外一个极端 说白了 IP影视化最忌讳的就是颠覆式的改编 这样的改编本质上就丢掉了原著最重要的东西 人物和内核 扑街就是自然的了 这次的云顶天宫之所以骂声一片 正是因为人设崩塌 盗米们之所以喜欢盗墓笔记 就是因为喜欢故事里的角色 与人物产生了共鸣 对呀 而这次的改编 张启玲气质全无 站在那里像是个随时反水的内奸 从内核层面来看 每一部文学IP作品都有独特的气质 这样的气质会吸引与其气质相近的读者 一旦这种联系被斩断 也就毁了这个作品的核 云顶天宫里第一集无邪躺在床上 电视再播青云志令人出戏一次 后面无邪作梦梦里反复出现青云志 简直是观众底线上的反复试探 不仅时间对不上 更是有硬插广告的尴尬 另外疯狂改戏也让观众更加不适 一共24集的剧情 已经播出到第10集了 按原著小说才刚开了个头 可以想见后半段的剧情会有多感 所以这版云顶天宫出来 粉丝们纷纷吐槽 求放果道墓笔记吧 就让纸片人好好待着不行吗 从张启玲影视版1.0到7.0 影视IP改编剧经历了倍速成长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网文作品被搬上了舞台 许多明星吃着纸片人的红利 一跃成为新一线 于是每个人都想去分这一块蛋糕 但是观众的挑剔和市场的不断变化 意味着只有真正好的作品 才会被记住 就像拍了这么多版的张启玲 真正被记住的又有几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